哎 这妈你一条腰疯这是 是是是是是是 我说你妈妈的 你看出榨底了 别说别人了 我怎么没看出榨底啊 这说句不辣实 这这这买主的可变成啥子啊 我得真是我老师 我大爷啊 这哪个榨底啊 我是二爷 大爷 我说二 我该喝个脑 二爷 您是二爷 您是二爷 二爷还好上我 一般大女人 我说我 我说我眼子在花 我看那榨底 他不是辣成我 他得了都不好做买了 哥们啊 看这哪有点 藏友们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老师傅 正在跟摊主谈的这件瓷器呢 叫将军灌 将军灌 这件是民国时期的 画片呢是鲜女散花 大家继续看一下 然后这两件瓷器呢 这两件瓷器呀 一个是清中期的 凤川花的将军灌 他这个口不坏了 然后旁边的两个瓶啊 是柳树荒鹰的架装瓶 这是民国时期的柳树荒鹰架装瓶 这个江军灌旁边这个瓶呢 是一个青花加白的 150件的架装瓶 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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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请 您跟上啊 我说别的 我说豆子有的麻烦 烂的呢 我说豆子麻烦 我说豆子麻烦 这个小蚊子 这个小蚊啊 是一个豆青釉 内化呢 太极八卦纹饰 一个小蚊 非常不错品种 这个摆摊呢 这也是一个我的朋友 很早就认识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货 然后这个香炉呢 是一个青中晚期的香炉 但是有点重现有点茅味 都非常不错啊 山水的 十元大团结 第三版 再配个两块的说 多好 什么贵的贵的两块 配一个两块的多好 有老板不 有老板你拿去 我没老板 我不行 我不行 老板小炸豆怎么办 都看小炸豆 一千 多少钱 一千 一千 然后刚才这个 买家问价这个小炸豆 叫炸豆 是繁红的 铜光时期的 它这个炸豆非常不错 就是有瑕疵 我早就看过 然后大家看看它的 豆青肉的小碗 也都不错 明代隆文小碗 这炸豆多漂亮 这边没味儿完整 这好秦始皇子 这一锅 我来看 这一锅 这一锅 这是 这一锅 这个是 今时现在不行 都要安 空气都要安 我老板是好好的 现在呢 你看 大鲠玉的 这个 中之翻红小炸豆 一千元这东西非常不错 雍正乾隆分台 好玩的 这是个啥东西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坛位 这个坛位有一个洗字罐 旁边的叫如意云头皮尖罐 有几个小高足碗 几个小茶碗 晚清民国时期的 化工都一般 洗字小茶碗 这是四季华会的 这边也都是小碗居多 他这边 基本上都是老货 这个摊位 东西都很不错 初玩者呢 大家都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几个瘦字纹的 这几个小豆青的 还有盖碗的盖子 这是晚清时期的小茶碗 这是繁红的 但是也有重现 咱们看看这边 颤枝莲太阳花卉 雍正灵芝牌 等等吧 都有 有名国时期的 一路连科 这一路连科 现在 现在 阳蓝的 选品 基本上 都是吧 盐真不好 这盐瓶做 台灯水 猪 肥瘦不好 到处都是 这大盐瓶 这大盐缸真叫大 盐瓶就这六罐子 最后大家欣赏一件啊 这一件是康熙时期的冰煤开光大罐 一个画博古图案的大罐 这个罐啊 个头非常大 胎质呢 也非常好 画功非常细 可惜这个罐啊 底足部分 之前撞过那 磕掉了 但是这个罐 原始的 是不是 是修上的 外边修上了 经过长年累月之后呢 它外边变色了 然后我朋友呢 把它周围的给卡着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鞠钉 都把磨掉了 然后修的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标本 这东西 很难得 这种罐完整的话 都非常贵 大家进店看一看啊 这是我朋友店 大家看一下 这是海棠花的 花骨一对 这是青花加白 类型的 胆瓶胆罐 非常感谢各位观看 欣赏 大家呢 多点点哄心 都是我自己一人录的 有讲的不到的地方呢 或者录的不完整的地方呢 大家想看的 或者想问的 可以底下留言 感谢每一位藏友的欣赏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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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